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2400亿的军购是不是也要玩限制性招标呢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一下来宾第一位是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费鸿亥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郑思成 严一大家好 以及前立委李胜丰 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又新增了一例本土个案 我们今天是有一例的本土病例 有10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 那零死亡个案 那这个本土的个案是案16411 是40多岁的女性 那今年10月9号 因为其他原因就医来裁检 那今天确诊 他的吸引值是34.9 那我们有采他的血清抗体 那目前了解他的Igm是阴性 Igc是阳性 那我们评估应该是属于旧案 但那这个个案因为他是一个 幼稚园的一个员工 所以我们会针对相关的接触者来做匡列 那目前已经的接触者98人 然后其中67人列居家隔离 那一人列自私健康管理 那其余30人列自私健康监测 今天境外移入也有10例 而本土的这一例是新北市戏指 一名40多岁的女性 她工作地点在台北市内湖的某幼儿园 今年7月打过一剂莫德纳疫苗 目前匡列了内湖这家幼儿园 总共有81个人居家隔离 而这间幼儿园将会停课14天到10月23号 我们来看到就是蔡总统 在双十国庆上发表了重大谈话 针对国家走向 她提出所谓的四个坚持 如果蔡总统的说法 有学者就认为了 其实这难道等于就是要重启两国论了吗 上周的中场会 蔡主席也正告北京有所克制 也有人解读 难道是趁着六国联合军演撑腰 要趁机向对岸来挑衅吗 李文 是 所以说这次的国庆谈话 让大家觉得是不是战云密布 刚刚邱国正才说了 是40多年来最危险的时刻 而在这个时候 蔡英文讲话的高调 会不会引来兵凶战危呢 我们看一下相关报道 蔡总统足足提了五次 72年强调中华民国立足台湾 前面的38年历史都被消失 也让人难免想起苏奎的这句话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也痛批蔡英文 民进党否认九二共识 难道不是改变现状 如果这也叫善意 那什么还叫恶意 这不是冒进 什么才是冒进 其实大家都知道 大陆跟台湾是非常严重的不对称 大陆这么大 台湾这么小 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 那么台湾当然是不可能 在这个时候跟大陆对干起来 那怎么样 那就要透过政治的智慧 来化解任何可能的战争 希望和平才是对台湾是最有利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军事上面 用muscle打不过人家 但是言语上面还要喜欢挑衅的话 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好 前一阵子共军一直不断的来扰台 那么大家都说 这是因为六国军演的关系 所以10月1号到10月3号 11大家记得是中国大陆的国庆 那么美国 英国 日本 荷兰 还有加拿大 澳洲 四个国家超过17艘 来进行了南海军演 有些国家真的是远道而来 来到南海 这个真的是非常敏感的地区 那么大陆总共出动了 93架次的军机 而且从1号到5号 总共加起来是150架次 难道是这六国军演 给了蔡英文讲话有底气 让她撑腰吗 觉得她可以大声吗 这六国的军演 真的在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 会来救驾台湾吗 好 可是10月5号之后就停了 6号到9号 大陆战机并没有来 但10月10号 国庆日当天也只来了三个架次 好 所以这个蔡英文就在10月10号 昨天国庆的时候提出来了四个坚持 这是第一次她所提出来所谓的四个坚持 哪四个坚持呢 第一个坚持叫做坚持自由民主宪政体制 好 那这个大家大概是共同的共识 这个大概没有争议 重点是你有没有真的尊重自由民主宪政的体制而已 那么最重要是这个红字的部分的第二大坚持 就是坚持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里头 有曾经出现过的一个主张 好 现在搬上来在总统国庆日的时候 讲了这句话 那两个互不隶属是两个中国吗 还是一中一台呢 还是两国论呢 这个就非常敏感了 那另外就是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 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 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 好 是不是导致两岸模糊的空间不见了 什么叫做两岸模糊的空间 就是我们是中华民国宪法 我们是一个中国 那么中华民国宪法是包含整个大陆跟台湾的 只是我们的治权仅于台澎金马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一个中国 那他们的宪法呢 也是包含整个的中国 那里面当然也有台澎金马 可是他们的治权就他们统治的范围 不及于台澎金马 这就是所谓的一中各表一个中国 那是不是这个模糊的空间不见了 变成两国论了呢 好 就有学者说这不得了了 这句话比之前的两国论还要更强 因为讲到很白两国论还绕来绕去 他说恐怕会破坏正在改善的美中关系 有没有看到美中关系现在正在改善 所以呢 不是拜登乐见的 那么陈一新教授认为说 拜登会传话表达不满 觉得你台湾是不是冲太前面了 好 资深的两岸专家赵春山教授也说了 这对大陆来讲很可能就会把它解读成是两国论 那这样的话两岸关系不会更好 只会更坏 好 那么前外交官借文吉则说了 蔡英文的演说无助改善两岸关系 庆祝国庆应该基于中华民国立国的历史背景跟精神 用割裂对立的方式不断的炫耀 而国际情势又没有蔡索讲的这样的乐观 是不是自己制造危险了呢 好 那么萧美琴出来讲说 还好啊 我到目前也没有听到美方对讲这个事情 有什么意见啊 那蔡英文另外还有引起大家关注的 就是说他说此时此刻的中华民国正处在72年来最复杂多变的局势当中 我们不是民国一百多年了吗 今天是110年的国庆啊 怎么会变成72年了呢 那前面怎么不见了呢 他总共讲了五次72年喔 五次72年喔 中华民国讲了六次 然后狂提台湾48次 所以马英九是听了看不下去了 就说哎哟 中华民国生日耶 我们民是110岁啊 怎么变成折寿变成72年72岁了呢 这会不会落差太大 难道你不承认中华民国创建以来的前面的历史吗 对你来讲一点都不存在吗 好 那绿委蔡逸云呢 这时候也出来口水了 他说国民党好像很在乎中华民国 可是国民党的缩写却是古怪的KMT 有够不尊重这个蔡宇可能英文不好 他比较少看英文的东西啦 你们知道因为全世界KMT就是国民党 它是英语的意思 叫做KMT 我是没有想到 我们今天还在节目里头英语教学 告诉大家为什么国民党的简写是KMT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那奇怪了耶 这个为什么中华民国的国座被缩水了呢 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就透露了 昨天的国庆文告 其实是蔡英文身为一位不再连任的总统 对国人所说的心理化 内心化呀 好 文告当中有四个坚持 对两岸影响最大的就是 这个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互不隶属 好 学界纷纷认为 这根本就是两国论的2.0版了 我们要请教一下费伟人 因为其实在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当中 我们也明白提到了这个相同的字句 所以蔡英文她到底是以民进党为优先 还是以国家为优先呢 难道民进党党内决议文的地位 也可以超过中华民国宪法了吗 她现在的身份在 昨天在国庆可以讲话 她绝对不是以民进党的主席的身份 她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 她昨天又讲了几个重点 有一个是跟立法院有关系的 就是她认为我们好像都在杯葛 都在杯葛行政院 她说要这个朝野应该要沟通 要有共识 我们从来跟他们民进党谈 在野党跟民进党谈 从来都没有所谓的共识 她就是每次举例前瞻条例 我们这次纾困的条例 还有即将她要过的军购的条例 都是拿一张空白支票给你 请你签字 如果你有意见 就说你杯葛 民进党蔡英文当总统五年半 请问她有让过在野党一个议题吗 她有跟在野党沟通说 在野党你讲得很好 这个题目我们就按照你的意思 绝对没有 我这么提到修宪的问题 她要修宪 这个跟刚才主持人讲的话 可能就是会相呼应 我们在回想1999年台海危机 后来到1999年 李登辉的时候 就要掀起了两国论 两国论应该当时的起草人之一 就是蔡英文 后来美国因为看到海峡 这个兵凶战危不好 再加上美国好像在南斯拉夫 误炸了中共的大使馆 美国就把他强压下来 当时李登辉就要去搞修宪 那时候顺丰是当立法委员 我想这一段他比我们大家都清楚 现在昨天他并没有讲修宪 可是他在国庆的文告里面 他提到了两国论的2.0版 他也提到修宪 修宪难道是你 我们要在野党要完全配合你 去搞两国论来修宪吗 你要把话讲清楚 不是说你们在野党不跟我们谈修宪 你就是不配合在杯葛 明镜记者问过我很多次 我是现在党团的干部 我说你们修宪要修什么 修国旗国歌国号吗 是修我们的领土吗 还是修我们的五权宪法 是你想讲清楚 如果说我们不跟你谈就是杯葛 到时候你跟我们谈 是谈到国家的领土 谈到我们宪法的这个大改变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跟你谈 所以蔡英文我是觉得 这一次他提到这个东西 我真的是我们从几个方向来猜 是蔡英文个人的意思 还是拜登他们 拜登政府暗示他的意思 但我猜了 以拜登现在跟习近平 他们为了贸易 还有缓和太平洋那些事情 他们是频频的美国人在找老共的 一级主管在谈 所以当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 谈到了台北 谈到了台湾协议 大家都少了 难道是一个新的协议吗 当时我们还记得有一个新闻 吴钊燮跟我们国安会的顾立雄 他们两个人在华府 当时为了一个事情 就是为了叫台北文 经贸文化办事处 要改成台湾办事处 也是因为这样子来破功了 所以蔡英文是老修承诺呢 还是她个人就是 就认为我又不选了 我就是要搞 就像陈水扁类似 还是跟华府有关系 我猜跟华府关系可能不大 但是蔡英文这样子搞下去 两岸的状况 会处在高度的不确定性 这个不确定性的话 对台湾所有的各行各业 都是一个压力 对啊 孟晚舟才刚回家呢 你说拜登会很支持 两国论的2.0版吗 好像让人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推测 应该是不太合理的 今天明明是中华民国110年了 但是呢 昨天的国庆在蔡总统口中 只剩下了72年了 一句话砍断了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 而反而是先前在10月9号 习近平在辛亥革命 11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 他说中共继承了孙中山的遗院 苏贞昌院长马上跳出来 呛瞎要抢回话语权了 他回批说 辛亥革命建立的是中华民国 呛对岸不可以略中华民国之美 可是没有想到隔天 我说了一件事啊 国民党怎么丢大陆的 当时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就是当时在裁金的时候 把大批的金都那么多裁掉 所以就有一句话说 老奖不要老毛要 所以丢了大陆 那现在呢 现在辛亥孙中山 是台湾不要了 那中共要 所以也准备要丢台湾了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来说 不讲还不可怕 越讲越可怕 那就是总统府的发言人说 这是蔡英文的内心话 我一听到内心话我就紧张了 内心话就是真话 就不是政治的绵面话 那这个内心话是 中华民国72年代表什么 我在这里给一个定位 蔡英文是完完全全 呼应北京当即的 中华民国亡国论 我重悟了说 蔡英文完完全全呼应 北京中共当即的 中华民国亡国论 我盛风老师意思 这样是在批评 甚至是指控蔡总统 是中共同路人 不只是同路人 而且是共同的推动 中华民国亡国论 我想我讲这个 不冤枉他 因为他讲内心话 所以我们要讲真心 在中共的死官里 中华民国是到了38年 1949年 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 在中共的死官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很生气 明明还在怎么说我没有了 那现在有一个人真的就把他没有了 这个人叫谁 叫做蔡英文 这是我刚才讲的呼应 这个为什么 因为从中国的历史朝代来看 清揭明 所以明不见了 因此所有逃亡的政权 通通叫做这个什么南明 所以被歼灭了 甚至郑成功叫做明正 也最后也是被歼灭了 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 把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 延续到今天 而把它做一个割裂的时候 就等于呼应了中国大陆讲的 中华民国只到了什么时候 到1949年嘛 后面不见了嘛 这是一个最严肃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请各位再想一想 中华民国存在的 一个很重要的华礼根基是什么 那就是因为两岸的内战 尚未结束 所以才有1912年的中华民国 仍然存在 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 所以双方才会有个表 我不承认你 你也不承认我 但是我也没有逼你来承认我 这就是互相的一个存在的 一个重要的价值 那你这个价值今天 把它给丢了之后 马上又来面对了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又来了 请问洪多纳斯跟你断节邦交 合情合理 因为他是1949年以前 跟中华民国定立的邦交 他这一个国家忽然发现 他建邦交的国家 没有了不见了 100岁的不见了 现在真是要72岁的 所以从此以后 这些1949年 跟我们建交 尤其在中南美洲 还有几个 不见的时候 台湾不要叫了 因为蔡英文认真努力的 正在做这一件事情 最后请不要忘记 凭什么你当中华民国总统 你的根据在哪里 你政府的合理性 合法性 正当性 不就是民国36年 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 是在74年前 对 74 你是一直74年前的那个宪法 才有你今天在那里嚣张 而你却把那个给割断了 所以请不要忘记 当讲治中华民国 72年的时候 已经很明白的 让中共对台湾的出手 是拥有百分之百的 合法地位 因为他要兼媚的 不再是内战未解决的问题 他现在要兼媚的是一个 切记他国土的一个政权 各位本来内战还有一个条路 就是双方和谈 可以解决 现在只有剩下一条路 就是武力解决 为什么 因为你切记他的国土了嘛 我不晓得民进党写这个文稿的人 到底有没有用过脑筋想一想 已经把台湾质疑 最危险的边年 你以为那六国会来救台湾 算了吧 他们连他自己都过不了了 所以昨天的谈话 是一支烦那飞机 淡到酒油里面 什么时候要复杂 没有人清楚 所以我才会这么说 蔡英文的讲话 呼应了中共的中华民国王国人 他们是一体的 把台湾制造于 让中国大陆出手 拥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地位 这1949年之前一刀切 连宪法都切掉了 连这个当总统的合理性 也被切掉了 合法性都不见了 那就严重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只是国旗不见 现在连宪法都不见了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在总统府举办了 国庆的光雕展业 临时文总紧急贴文公告 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把自由潜水国旗女孩 加码登上国庆的光雕展 好 蔡总统也说话 他说国旗不见了 我们一起生气 台湾被打压 我们一起愤怒 好 但是问题来了 那你不是忽略了中华民国吗 蔡政府执政 但这个中华民国没有不见 国旗更大面 你看这个是严若芳的说法 你看果然出现了一个 很大面的中华民国的国旗 真的如此吗 我们来看一下 以前的民进党都做哪些事情呢 你还记得吗 在2005年的时候 反分裂国家法的游行 好 当时呢 这是什么啊 中华民国的国旗啊 被沿路丢了一地 当成垃圾一样 不是不要了吗 这个是当时的民进党 好 再来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在2010年的5月25号 她公然说 中华民国只是一个流亡政府 所以啦 她现在果然是没有什么合法性吗 因为她是一个流亡政府的总统 就是她自己说的呀 好 再来 2016年6月27号 当时的蔡总统出访巴拿马 她在签名簿上就写下了 President of Taiwan ROC 那不就是台湾总统吗 那请问中华民国在哪里 好 这一回蔡英文投书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的这个期刊 她的直写呢 她说President of Taiwan 是这个外国媒体的编辑自己帮她改的 她只是尊重人家而已 好啦 那这件事情我不怪你嘛 但是回头来看 上一次这个是你自己写的嘛 有人来逼你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施晨 所以到底是谁把中华民国跟国旗变不见了 我跟你讲 一个国家的国旗在外国是得到尊重 你看美国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 只要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党的举行了这些大会 这都是漆海飘扬 可是呢 我们的国旗呢 民进党非常会用 我各位举个例子 大家都会忘记了 2005年11月12号 这个叫做第六届青年柔道锦标赛 在台北市举行 那时候台北市长叫马英九 请注意哦 台北市长叫马英九 可是那时候因为这个比赛是在奥会模式底下 所以国旗大面国旗不能进场 结果绿营人士就觉得 哎哟 马英九执政 我们这个国际的指标赛 没有国旗怎么行呢 大家准备带大面国旗进去 结果那时候这个 这个台湾这个柔道协会的理事长还哭 说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 可是奥会模式底下 就是不能带大面国旗进去 可是那时候执政 那时候台北市市长叫做马英九 他故意拿国旗来挑衅 这是民党之一 好 国旗是吧 国旗好 去年蔡英文竞选中华民国总统 就是竞选第二任的时候 各位请摄影师帮我照一下 这是去年 这个1月10号 高雄这个友台 这个号称当天有15万人 各位 你们玩过减红点 你有看到一点点红的吗 不用去看有没有国旗 没有国旗啊 15万人一面国旗都没有 你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啊 不要说这个啦 绿营执政的县市 双十国庆 你如果看到国旗 我头到你啦 有国旗是寥寥可以而已啊 寥寥几面而已啊 所以你说国旗 国旗就是我拿来运用 到时候这个在奥会模式底下 或者有某些国际场合 不能用的时候 你们国民党啊 对不对 怎么这么说要烂啊 不是说国旗吗 国旗吗 国旗国旗 可是在真正需要用国旗的场合 没有国旗啊 你啊 明年又要选学对不对 你拿着国旗去绿营 绿营 明年不少有没有造势场合 因为疫情的关系 如果是还有造势场合 去看看 拿国旗去看看 那个啊 刚刚这个远宇讲 那个反分裂国家法游行 国旗沿路丢一地啊 后来是新党去清理的 新党找人去去捡的 我记得很清楚啊 我问各位 国旗 不是在国家庆典的时候 在该拿出来的时候 就要拿出来吗 不是啊 我呢 要拿国旗去整人的时候 不能用国旗的场合 然后大家配合国际 比如说这个奥会模式底下 我就是要拿出来 可是呢 当你选举的时候 当一些场合的时候呢 你就中华民国跟国旗 同时消失 我们的蔡总统 讲的最多的不是中华民国啊 叫这个国家 叫这个国家 我们中华民国不见了 老早变成这个国家 那他们的国旗呢 是拿来利用的 不是拿来尊敬 这就是 刚刚松文老师讲得好啊 把宪法也干掉了 把国旗也关掉了 把国民也干掉了 那你什么都没有了 讲难听一点 对岸如果真的要 真的要发动什么事情 我们也鸡嘴变鸭嘴啊 因为你就 根本不是存在的地方啊 你真的要却占人家的领土啊 你自己给自己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你何必呢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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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